在我国的江南地区 织造业久复盛名 种丧养残 提丝 织绸缎的历史悠久 用残丝做胎缝制残丝背 起源于我国的太湖流域 是当地残农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发明的 把不适合纺织绸缎的残丝用来做背 可以提高养残的收益 我们通常使用的背子主要是棉背和化纤背 相比于棉背和化纤背 残丝背有极佳的保暖性 且质地轻柔 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高档生活用品 用来制作残丝背的残丝 色泽百里带黄 手感细腻 光滑 用它制作出来的背子非常柔软贴身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残丝背的制作方法 残丝背的原材料主要分两部分 即背套和背胎的材料 背套的材料一般直接从市场上购买 具体的选择方法在后面会向大家介绍 下面我们先看看备胎材料的处理 备胎材料的处理是残丝背制作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备胎材料的处理 备胎材料的处理可以分为以下几步 旋茧 竹茧 包残 开棉 脱水 晾晒 按照养残季节的不同 残茧可以分为春茧 夏茧和秋茧 春茧的丝质细腻绵柔 纤维韧性较好 根据残茧里面 残的数量不同 茧还可分为单宫茧和双宫茧 单宫茧就是一条残吐丝结成的茧 双宫茧就是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残吐丝结成的茧 它比单宫茧要大一倍左右 这样的茧茧壳厚 丝质粗 单个茧丝量大 是制作残丝背的优质原料 因此我们挑选春茧中颜色洁白的优质双宫茧 做原料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操作 茧茧是为了溶解茧丝外围的丝胶 从而减弱茧丝间的胶着力 便于分离残丝与残涌 在茧茧专用的锅中倒入清水 锅的容积为1.4地方米左右 倒入的水量在0.5立方米左右即可 点燃火炉 在等待水开的过程中 把选好的残茧放入布袋里 记紧带口 带水沸腾后 在锅中放入一些茧 残茧与茧的重量比为20比1 茧可以软化丝胶 溶解杂质 提高丝的洁白度 这里说的茧包括很多种 比如清氧化钠 碳酸钠 盆沙等都可以 然后把装好袋的残茧放进锅里 根据我们所用的锅的大小 一次放9袋为宜 过多水会溢出 然后盖上锅盖 继续加温 煮茧时水始终保持在沸腾状态下 残茧要在锅中煮半个小时左右 这时水分子进入丝胶内部 碱层的丝胶得到了溶解 然后把残茧捞出来 用清水冲洗 冲洗可以把残茧表面 所含碱性物冲洗掉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包残了 包残就是把残茧剥开 去除其中的杂质 找一个直径在80厘米左右的容器 在容器中倒入清水 取一个煮好的残茧 在茧身上找一个位置做豁口 把残茧翻转 里面朝外 套在手上 使残茧成为手掌大的残丝网 然后包下网内的残茸 残纱等杂质 包好第一个后 再拿一个残茧 套在包好的残丝网上 用同样的方法 去除其中的杂质 这样连续包五个残茧 然后将残丝网翻回去 并把它撑开 成为方形残丝网 接下来就可以开棉了 开棉主要的目的是 把残丝网做成残丝棉兜 为了使残丝保持良好的韧性 开棉要在水中进行 找一个普通水缸 在水缸的一边 固定好一个宽为30厘米左右的 竹制圆弓 将残丝网用力撑开 套在半圆形竹弓上 使它成为残丝棉兜 撑好第一个后 再拿一个残丝网 用同样的方法撑开 套在刚才撑好的棉兜上 这样连续套五个残丝网 因为五个残丝网的厚度 正好适合后面的拉丝工作 然后把撑好的棉兜 从竹弓上取下 拧成一团 拧成团的棉兜仍含有一定的水分 我们还要进行脱水 把成团的残丝棉兜 放入转速为每分钟六百转的脱水机中 并开动脱水机 脱水五分钟后 把它从脱水机中取出 这时棉兜的含水量在百分之十左右 接下来就要进行晾晒了 我们把残丝棉兜 整理平整 然后用线穿起来 挂在竹竿上 残丝棉兜要在通风处晾十二小时左右 一定要晾得非常干 这样残丝才能保证最好的柔软度 晾干后 残丝被备胎的原材料就处理完毕了 原材料的好坏 直接影响残丝被的品质 所以以上的环节 要求操作的工人一定要认真仔细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制作残丝被的下一个环节 制作备胎 不同季节 需要的残丝被的厚度也不同 以规格为两米宽 两米三长的双人被为例 冬季天气寒冷 一般2.5公斤左右的残丝被就可以了 春秋季节天气比较温暖 我们一般选择1.5公斤的残丝被为宜 到了夏季天气炎热 选择0.5公斤左右的残丝被就可以了 根据需要的不同 撑好适量的残丝棉兜 就可以进行下面的操作了 把撑好的残丝棉兜套 套在克制竹环上 连续套20个左右棉兜后 用剪刀把其中一侧剪开 使棉兜成为棉片 剪好后就可以拉丝了 在操作台四边各站一个工人 把残丝棉片放在操作台中间 每人拿住棉片一脚 往四个方向均匀用力撕扯棉片 向平行方向拉开残丝 四个人要保持在一个平面上 手工拉开的残丝网 并不能保证残丝的均匀分布 因此拉丝时要注意 根据拉好的残丝的薄厚 随时调整残丝铺放的位置 合理分布所有残丝 保证整个被子的残丝薄厚一致 所有残丝铺好后 把四周挂在操作台上的残丝 卷起来 用手把丝头撵在一起 整理好四周凌乱的残丝 这样残丝被的备胎就制作完成了 下面我们要进行被套的制作 残丝被的被套一般选用纯棉面料 因为它的纺织密度很高 不容易撕裂 根据被胎需要的尺寸 在布料上画好标记 被套面料的长度和宽度 要比被胎长两厘米左右 这样被胎才能舒展地铺在被套里 用剪刀沿标记 把布料剪裁下来 这样剪裁工作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缝制被套了 拿出两块剪裁好的布料 把它们的正面相对 四边对齐 叠放在一起 用缝纫机 将两层布料 在具面料边缘一厘米处 缝制在一起 缝制时 还要在被胎套其中一侧 留一道三十厘米左右的开口 并在开口处缝上一道拉索 这样被套就制作完成了 下面我们就要对蚕丝被 进行组合了 将做好的被套 放在操作台上 把蚕丝被胎 放在被套上 从蚕丝被的一侧 开始缝起 把被胎 与被套 缝合在一起 缝制一圈 被胎和被套 就固定在一起了 然后将被子 从头尾两侧 卷起来 卷到拉索的位置 把被子 从拉索处的 两层面料中间 往处翻 使蚕丝被胎 翻到被套里面 翻好后 在被子上 均匀地找九个点 在每个点上 用针线缝合固定 这样做 是为了使被胎 不跑位 把被子抖平 整理好四个背角 然后叠好蚕丝被 放入塑料包装袋中 系好袋口 放进包装盒里 蚕丝被的制作 就完成了 接下来 我们看看蚕丝被 合理的使用方法 我们在使用蚕丝被时 被心外面 要套上被罩 否则 被心容易沾染灰尘 和污渍 存放时要注意 蚕丝被 不能存放在 潮湿闷热的环境中 这样 容易使蚕丝受潮 从而产生异味 同时不要与 张脑丸 香水等化学物品接触 以免蛋白质成分受损 更不可以 在烈日下曝晒 因为高温 会使蚕丝纤维 发生变化 若需要晾晒 可把蚕丝被 放在通风较好 阳光强度适中的地方 晾晒2-3个小时 其间要用手 轻轻拍击被子 使被子里的湿气蒸发掉 蚕丝被得以恢复蓬松 蚕丝是世界上公认的 最柔软的天然纤维 以百分之百蚕丝 为填充料 制成的蚕丝被 具有轻薄 舒适的特质 是崇尚健康的人们的 最佳选择